我大半生都过着半游牧的生活 所以每当人家问我 你是哪里人的时候 我总是不懂要怎么回答 十岁生日时 爸爸送我一本世界地图集 我翻开的时候 看着地图上的国家 城市 小岛 海洋 山脉 惊讶原来世界真的好大 而我很渺小 小的我不需要懊恼自己是哪里人 当下我感到很平静 身份不再是一个障碍 没有东西能挡在我认识万物的道路上 大家好 我叫王庚武 1930年在印尼出生 可是一岁的时候 就跟着父母搬到马来亚的医保 爸爸妈妈是中国人 他们经常提醒我 我们的家乡是中国 只是暂住在这里而已 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 当时是殖民年代 在学校时 老师跟我们说英文 要我们听英国人的故事 回到家呢 爸爸每个晚上都在教我中文 每天 我都在经历不同的文化世界 现在回想 还真的有点累 后来 日本入侵东南亚 我们的回国计划 因而受到阻碍 我们一家人到处避难 认识了不同邻居 他们有的说客家话 有的说广东话 又会有马来话跟闽南话 我第一次遇到不同种类的华人 不禁令我想象 父母口中的中国 究竟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家 终于可以回乡时 已是日本战败后的事了 我在南京中央大学上课 慢慢发现 即使回到所谓的家乡 我仍然格格不入 例如 南京的饭经常掺着小石子 我自己吃不惯 所以每餐都吃得十分慢 其他同学却没有这个问题 反而 他们吃不惯的乳制品 雪糕粉 却最合我的口味 我发现 要融入父母口中的家乡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后来 国共内战愈演愈烈 父亲又抵受不住南京的寒冬 迫不得已 很快就跟母亲回医保了 而我呢 也在1948年底回去 这次的回国计划 和想象中真的差别很大 回到医保不足一年 我入籍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公民 我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读书 大学生活充满新的冲击 我跟同学讨论马来亚独立后的未来 又会思考很多关于民族 国家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在这里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 贫婷 是她鼓励我走学术的路 又陪我去英国攻读历史博士 我们在那里结婚 生子 日子过得还不错 不过 我们依然想回新加坡 为的是见证马来亚联合邦独立 乘船回到马来亚时 我们收到独立的消息 那一刻我很感动 我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了 回去之后 我一直在母校工作 这个任务犹如协助新的国家 塑造新的历史身份 作为历史学者 我对此真的感到很兴奋 而且 能够与家人拥有一份 归属于一个国家的安全感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不过 世事无常 很快这一切都改变了 1965年 世界各地经历重大变动 尤其是新加坡独立的消息 令我感到十分震惊 这个时候 我想起一直工作的校园 它是我多年的避风港 碰巧澳洲有大学 邀请我去做研究 我便答应了 然后 我下半生都一直在 不同地方的校园漂泊 可以说是在学术界 找到那份失落的安全感 曾经 我的家乡观念仍然有所谓国家的形象 但是多年来在各国漂泊 另一种家乡在我脑海成形 那是一个自由开放 尊重真理的地方 现在 若你再问我的家在哪 我会用平庭的话回答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我在家乡 我会用平庇派iva或讨重真理的地方 我会用平庇派iva 就知道我第一步 你再问我 我再问你 那里就是我 我刚才有阻止的ών